总统拜登11月29日就新发现的 Omicron变种发表讲话时表示 新变种令人担忧 但是不会引起恐慌 美国人接种疫苗和加强剂 是抵御疫情的最佳方法 拜登还表示 官员们将在周四发布更多 关于他们计划如何在今年冬天 对抗疫情传播的指导 但是承诺不会进行封锁 拜登表示 如果人们接种了疫苗 并且戴上了口罩 就不需要封锁 The very da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dentified the new variant I took immediate steps to restrict travel from countries in southern Africa but while we have that travel restrictions can slow the speed of Omicron it cannot prevent it but here's what it does it gives us time it gives us time to take more actions to move quicker to make sure people understand you have to get your vaccine you have to get the shot 拜登坦言美国迟早会发现最新病毒毒株的确诊病例 他恳求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 并且补充表示 他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认为 现有的疫苗至少可以提供一些针对Omicron变种的保护 拜登29日早些时候与他的医疗顾问团队会面 讨论了Omicron变种 尽管科学家和医学专家仍然在努力了解 更多关于新毒株的传染性等信息 但是该变种已经扰乱了全球金融市场 并且引发了对新一轮疫情爆发 疫苗对预防重症效果等方面的担忧 拜登表示 白宫认为目前不需要购买更多的疫苗 但是官员们正在与辉瑞 莫德纳和强生公司保持联系 以在需要时制定疫苗或者加强剂的应急计划 多位专家表示 他们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将会有更多 关于Omicron变种的传播性以及疫苗对作用的信息 Omicron变种首先在非洲南部被发现并且报告 拜登在上周末宣布限制从南非等八个非洲国家的来美的航空旅客 世界卫生组织WHO上周五将Omicron确定为需要关注的变种 这是当特定均株具有特别强的毒性 可传播性或者能够冲击公共卫生措施时才会使用的标签